中国帝大物博,最近几十年来,爆发过两次恐怖的天灾,唐山地震和四川地震,而在这之前,中国还经历过非常多的天灾,其中有一次堪称中国灾难之罪,那就是距距今463年前的一次天灾,灾难之强,让人难以想象。 嘉靖年间,明朝嘉靖35年,我国陕西省南部,秦岭以北的渭河流域,发生了一次特大地震,震中位于陕西化县,所以是称化县地震。 现在科学家根据相关记载,测算出这场地震的震级为8.3级,强度为11度,地震共造成83万人死亡。 这个死亡人数,注实让人震惊。 一次地震死亡就快一百万了,简直害人听闻。 在这里重申一下,83万是死亡人数,而不是死伤人数。 当时,中国有101个县受灾,而且山川崩断,黄河倒流,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死亡记录更是至今都没被打破。 地震位置 陕西省原本就是我国地震活跃的地区之一。 自从有史料记载以来,陕西共发生有感地震400多次,破坏性地震60多次。 不过化线地震,仍是最具有毁灭性的。 地震发生后,受到影响的地区损失惨重。 大量民房倒塌。 关属、庙宇、书院等建筑,变为废墟。 西安的小燕塔,本来有15层。 化线地震中,直接震毁了塔顶两层。 成了现在13层的模样。 另外,此次地震人员伤亡数古今未有。 也有一定的原因。 明史对这次地震记载为, 嘉靖,34年12月人营。 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 升如雷。 渭南、华州、朝义、三元、浦州等处游慎。 或地裂全涌。 中有余物。 或成锅房屋。 陷入地中。 或平地突成山腹。 或一日树震。 或累日震不止。 和、为大范。 化月、中南山明。 和清树日。 官吏、君民、压死83万有期。 也就是说, 地震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前开始的。 而且还是农冬季节。 古时后, 人们都会早早睡觉。 何况是在冬天。 所以地震时, 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 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埋在了房屋之下。 地震现场。 此外, 西北一带的居民, 喜欢住在窑洞里。 化陷地震造成了严重的黄土滑坡和崩塌。 窑洞直接就被掩埋了。 再加上震后没能做好防疫工作。 导致瘟疫流行。 也有很多人不治而亡。 种种原因。 导致化陷地震,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大地震可以说是人类生命的收割机。 它的无法预测和恐怖之处。 让任何人都会感到惊惧。 我们无法体会到被地震带走的生命。 当时有多么的无助。 然而我们却都知道。 生命只有一次。 在此, 笔者希望每个人都要珍爱生命。 不要让自己和关爱自己的人悔之万矣。 若有侵权。 请联络删除。 此文章为历史大能原创。 特此宣告。